哎 宝啊 我跟你讲啊 嗯 我跟你讲啊 就是那个老崔 好像谈恋爱了 你去看老崔去了 对啊 我今天 我今天我 我跟你讲啊 我正好路过医院 我就过去去看了他 我天哪 这家不到一个月 混仨后宫了 怎么呢 结果换了个女的 对对对 哎呀 女的 长得还行 整个姜姐拖起来 咔咔咔 没劲儿跟她甩一甩 人儿 我看好像还行 就是 老崔对她挺上心的 那样 刚姐的事儿 问了没有啊 问了 怎么说的 她说 她说咱姐姐 该有一架自己的钢琴 不行咱就买了吧 你以为我不想买呢 可这不是眼瞅着拆迁了吗 回钱不得用钱呢 不是 咱不买那么大了 不是吧 没我问的 回钱房没有小的 你看哈 我已经就现在一天一天大了 咱不能老让她跟咱 挤一间房对不对 怎么也得弄个粮食的 你看现在 商品反正卖到三四千 就算回钱吧 你便宜 便宜 便宜是不是也得两三千呢 咱怎么也得整个六七十平米的吧 你这加一块得多少钱 十几万吧 你再整加钢琴 这 这哪儿整那么多钱呢 听了 翻身啊 丽花 咱得换个角度想 你看咱这棚户区 猜钱 多大片啊 对吧 猜我觉得就得一年 真的 你得把它盖成新房子 这还得一年 我跟你讲这都是快的 是 两年 我知道 你又得说啊 两年以后咱也得买 对呀 可这段时间咱也没闲呢 你现在设计了都 你看又画又啥的 对不对 这不得挣钱呢 我呢虽说是个司机 但驾不住咱多拉快宝 咱有的是利器 对不对 多跑两趟 钱也挣得了 说得也对 要不这样 我我我还有一个想法 咱两口子就搞一个挣钱比赛 咱就像那个啥子 就像座右铭似的 咱就贴到咱屋里头 这边向前向前见 那边高丽华 年底一结账 假如说谁挣得多 谁就在家里享受 至高无上的服务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我VIP啊 VIP 你就跟这P啊 咱到那时候我就 我看我还给你举这个 我挣钱多 我就 装备手那会儿歇着 你给我举下来 我都VIP了我还举下来 我举下来 我举下来 为啥呀 举不举啊 对 现在赖不到两年 有点 别人行动提前了呀 不是这叶 这小谁呀这小 露露眼 没叶呗 就这俩黄毛 对就这俩黄毛 对的 你画的哈干啥 真别画他了 我丑头 你不饿这熊样 你画他 这俩黄毛仙姑 有啥可画的 瘦得个狼似的 找个体格好点的画呀 姐姐那啊 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呢 今天爸爸来接我放学 我希望爸爸的车 天天都缓 这样就能天天陪我玩了 那你爸就下岗了 天天来跟着下岗 这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这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哈哈哈哈 我让你去大学 我做的尖区 你怎么还好 我做的尖区 你怎么都会做到工作 你怎么办 我做的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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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 今天看着孩子在那儿弹琴 我的心里又高兴又难受 高兴的是孩子胎得真好 难受的是到现在 他也没有一家钢琴 那怎么呢 买一个呀 买一个 就买还有他那那个 六万多 六 六万多呀 对呀 六万多呢 全进口的 你看这么多 怎么还能看错呢 没有旁的钱吗 旁的 有 合资的呗 那也不能买太差的 买个中上哪儿 两万多 就 这就买两万多的 下星期天就买 行 拼了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又取了三千块钱 嗯 我忘了给你说的 我还是准备给你说的 哎 哎 你咋知道的 我咋知道的 戴嬷嬷要是不告诉我的话 你是不是想一直满家绝 哎呀 我满家干啥 你这铁公鸡一样的人物 这次咋这么大方的呀 哎呀 这肚子把毛叫了个蜜 回头从那公子里一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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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扣出来乱了 嗯 就是 我跟你说 员工家里有困难的 咱们帮人家 借钱给人家 我同意 啊 但这事你必须得跟我商量商量 知道不 哎 喂 你这个人也怪头 我搭销也是个劳贩 三千块钱的事情 我自己都做不了主 我是那意思吗 那你啥 你咋那么小心眼呢 谁小心呀 就你小心眼 啥叫做不了主啊 我说的意思是 咱俩是夫妻不是啊 是 这种事不能革新 知道不 再说了 那往后 借钱的事多了 你能都接给人家呀 那我知道了 你不是还能往我身上一推吗 说我老婆不同意 不是有点余地吗 想想的 哎呀 这啥子呢 当我这儿都得给你留余地 那你哥今儿拿一点 明儿拿一点 拿了多少 你仨子跟我说 你胡说八道啥呀 我哥啥时候借钱 我没跟你说呀 我病呢你 你到嘴去想不要咬了你还 我告诉你那是我哥 那能一样了吗 那 那 那是啥那啥睡觉 那睡觉 那嘴就会胡说八道的整天 真是 睡觉 那反正你咱 干啥啊 你来了 你看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大小什么的 还都挺合适你的 我得看一看了吧 行 好 小赵来 你陪顾客看看 试试啥的 好 怎么的了 怎么的了 这点老长时间不来 来了在这儿发呆 我给你气瘦了 妈 不是 你坐 怎么的了 小红你还记得吗 那怎么不记得 你闺女嘛 不是跟他妈去美国了吗 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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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这么大了呢 你说结婚这么大的事 他也不打个招呼 也不让我去一趟 他还把我当爹不当爹 我这个爹当得也太失败了 这 这 结婚都没呢 啥的吧 这 是 但老杜啊 你也别多想 你那孩子走的时候 那么小 这么些年没跟你在一块 父女既然这个感情 疏远点啥的 这都能理解 是不是 但是毕竟血浓于水呀 他不可能不是你这爹 对不对 你高兴点 这结婚是好事对吧 那肯定是找着幸福了呗 对吧 你这么想 没事 你别太想了 高兴 谢谢高兴 好 我不想了 对 我去忙你的吧 那行 你再坐会儿 我去忙你啊 好 咱们到凉台上透透气儿吧 崔教授 Ł今天风大 就别出去了 小心感冒 是 崔大伯 錦金来了 快过来过来 崔教授zu 住院了啊 过来看看您 最近练琴了吧 racing Record Polize... 君 您什么时候好 我想跟您学琴 快了快了 有您小歇阿姨照顾 好得快着的 孔子说想你了 听说 brincade 你生病了 非要过来看看你 这不放了学 我就带他过来了嘛 过来好过来好 我也想你 姐姐 不是 我妈妈说 崔大伯交了个新女朋友 说要来看看 都说了 什么都说了 那 那什么 前进回家跟我说 说您找了个新的护工 照顾得挺好的 其实我就想过来看看您 是不是能早点出院什么的 这是小谢 谢兰 你好 您好 这是前进的爱人 这是她的女儿 锦锦 阿姨好 你好 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 崔教授 咱进屋聊吧 好 咱们进屋聊 进屋聊 对 进屋 进屋 走走走 走走 进屋 进屋 滚 这孩子怎么还没学会 你爸那套呢 你怎么什么都实话是说呢 妈妈 我看那戏阿姨 真挺好的 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不一样 就实话是说呀 不行 你整死我 你这手法行不行嘞 劲儿太大了就是 活大嘛 真行啊 那行 来天爷帮我回一会儿啊 我给他收费啊 真的 多少钱 我拿你 给你收算 你 为价 啥呢 这是 田征你回来了 有套 有套活还拉不拉 拉呀 那我可让人去装车了 赶紧装车去带客气啥呀 好好好 你这啥呀这是 用不用拿个球场机给你脱脱脑上的呀 哥 你那怎么 你那还能跑动啊 什么叫还能跑动啊 多浪牌跑吗 你那别整标了 赶紧拿谁给我吸点水啊 我去 我去 帮帮 给队号烂的啊 哥 坐好了啊 慢点 吃肉 哥 像我那样的啊 咔咔弄到位 行 来啊 坐好 哎呀 这这 慢点呢 爸 别磨叽了 好嘞 来 刚才他说什么啊 他 他说那个 像他那手法 那你说拉倒吧 别等了 咱那天等完以后我这家好 打着帮他把你掺外拐钩里去 没事 这这回你试我手法 你这啥手法不跟他交的吗 师父领进门 修行那个人嘛 修行啥 哥 赶紧趁热喝冷口 趁热装好了 这这家伙打得够快点呢 什么办法打得手 你整啥味啊这是 这不跟二哥哥学的吗 跟二哥哥学的 放松起来还挺高兴的呢 那你 行了 别学了 对了 明天上午 咱们得到街道办去开个会 党员要开会 到时候不能迟到啊 他绝对不会迟到 赶紧在家读书看帽啊 这明天开会 问个时事啥咱都不知道 好好学习 我赶紧跑去了 赶紧的 慢点啊 慢点啊 哥 好好学学 就你笨 这几个人儿子 二都比你强一样 哎呀 我跟你讲 咱这闺女这 越看越好看 睡觉呢跟睡美人似的 那是 咱闺女我跟你讲 到哪儿都是一顶一的 哎呀 怕怕怕怕 快快快 哎 找她刚才睡觉 还乐呵人呢 我估计她肯定是想买钢琴这事呢 你说这行 哎 钢琴基金 你又多拉伙的 那可不 我告诉你 我这一天哪 比别人多拉好几十公里呢 我跟你说 老公你这一天闹头也太辛苦了 为咱闺女我告诉你 干啥我都舍得 充满了力量 浑身上下 刚想夸你两句 你怎么又跟国强似的呢 这不说人话了都 哎呀 你可别抬击我 我跟你那个弟弟我可比不了 人家的格局那啥格局 这假的 行了行了 说点正经的 我让你想老杜那事 你想出办法了没有啊 想了没用 是没想出来呀 还是想出来觉得没有用啊 想出来了绝对没有用 那怎么会没有用呢 你说给我听 你怎么想的 那我给你捣捣啊 嗯 再看啊 咱就拿谈爷俩比较 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 还有很小就离开他爹了 但我还想可怜天下父母心 哪有说父亲对女儿没有感情呢 只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跟他没有什么沟通 多少年也没见着 所以我建议老杜瓦 给孩子写封信 跟孩子沟通共同 解释解释 怎么就跟他妈离婚了 怎么这么多年 跟孩子没什么来往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 又不是仇人 就开诚不公摊开了说 又能怎么着呢 你这不想得挺好的吗 这怎么没有用呢 哎呀 你想想 这是我的想法 不是老杜的想法 老杜那性格 我也是 他当初离婚的时候闹得挺僵的 可肯定不能服这卵 就是 不是 那你直接就替他把这信写了 不就完了吗 我替人老杜 哎呀 哎呀我天哪 我哪会写这玩 我要这两下子文诺末的 我就当厂长了 还有老宋啥事 你现在来厂长夫人来 哎呀不是 我是说 你你就把自己想成老杜 然后呢你就把他闺女想成姐姐姐 知道不 你想姐姐长大了 然后她又出国了 要离开你了 还跟你闹别扭了 然后她还把我也接走了 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你想那大冬天寒风凛冽的 大街上你一个人 哎呀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给我想想这干啥呀 你这么一事找事 想这干啥 再说咱那孩子是能人吗 你想这干啥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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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咱闺女 我是说她闺女 现在不是她闺女 把她扔这儿了吗 没说你 你你就想想说 你闺女要把你扔这儿了 你能怎么办 那我就完了我就 对吧 那我就完了 我当时我就 我我你我这姓氏你还不知道 我直接就跟孩子说 还对对爸可不能这样 你爹这养了你可真不容易 咱们远的不说 就是你都知道 三岁那年你你你得病 那大冷天的三九天呢 我给你抱出去在家我 你可不伤我呀 是不是你打不着车呀 这家伙把孩子动了 自个儿没熬脱 给孩子裹上了 穿个脚这啥 跟光网子没什么区别呀 这家一点都不觉得冷 老公说得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老杜他干不出 这么感人的事 他可不是你 那是我呢 那 你说点那个 你看那辛苦 想想多辛苦 辛苦那你就更了解我了 咱为了挣钱 一天别人拉三趟活 我拉七趟活 为啥 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 给孩子买钢琴吗 对不对 但是怎么干 咱都不觉得累 老公说得也特别好 真的 但是老杜他不拉活啊 老杜他是开店的 你想想往店上面走 开店呢 你想想你要开了个店 你为啥要开店呢 老杜他说这么说 老杜他说这么说 老杜他说 你爸为了你呀 不是 他爸为了他呀 我爸为了你 就我为了你吧 老杜他没下过岗呢 不对 他是自己选择下岗呗 对对对 就明白了 明白了 就 为了你呀孩子 我自己停心留纸啊 我就开始学习做生意嘛 我那时候就干财检呢 哎呀跟剪破烂似的 天天在外边剪报纸啊 整洋灰袋子 给他做脚壶样 我杜他说是干脚壶样 我看 为了能找到布的感觉 再拿那麻袋片子 哎呀脚啊 愣装是泥子大衣啊 但是我做出来了 多少人找我做这个 泥子大衣啊 后来挣了钱了 不源源不断的 支援着你妈妈孩子 啊 为了你 你说我干啥呢我这个 你说我亏心不亏心的 不是老公我跟你讲 刚才说得特别好 说得我都感动了 眼睛都发热像 都想 那 那个样 真的 你这儿 你接着往下说 我把这些全记下来吧 来 你接着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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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Giare 我肯定她 认もう一回 我肯定是大衣 唉 唉 你得在 给某某舍啥了 你妈咋不敢要钱了 说啥了 没说啥呀 饿减器把钱给完 挖不敢拿 那是在的 他说看老板娘不高兴 那是没有啥不高兴 我昨晚还是给他了 那我都答应钱借给他了 我有啥不高兴的呀 这孩子咋想那么多呢 我还准备给他介绍个男朋友呢 男朋友 是啊 我同学的那个亲弟弟 还是个大学生呢 哎呦 看他俩挺合适的 发药吗 等回头领到店里你看看呗 嗯 让他俩见见面 嗯 行不行啊 咋不行啊 人家呀又有能力长得又帅 是 那看肚子能喝一口接一口的 但是销售部经理 那在这儿是职业特点 能喝不是好事吗 那我看俩人聊得挺好的 陆毅说把正处撒死了啊 正处啥事 你看 我的事还有嫂子操心 啊 我们老板娘那个人她是热心肠 我听老板娘说你是搞销售的 还是公司的顶梁柱是吗 啥顶梁柱啊 只是我的销售业绩 比别人好一点而已 啊 别喝了脸都红了 我是做销售的 这点酒还得对付 啊 来 吃啊 来 谢谢 吴梁柱 好一点 你吃点青菜啊 看这东西 不打呀 这不着急啊 这不平好点 你闹啊 听到不是 一枚闹啊 更差倾 有年轻 还凶 十二 那一枚 他准备 你给拆计 哈哈哈哈 哎我听说你在后开设的 建设的一步 那孩子是 在哪儿啊 在开设的啊 自己人的黑子 那个个人 躺在军连区 你看这个 你怎么拉的 一个废样的 哎我去吧 哎我去吧 你干啥呢 当时你在厂子不是整个什么呀 广播屎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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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塞 真是 好逮的 怎么有厂子 刚才二十七八 你不是整个地气维修吗 这两个小弟子 谁是啊 挂去搞什么电路 现在这个电道点 气儿感 气儿感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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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哎呀 你这个了什么 哈哈哈哈 谁来个 大老王 大老王 大老王的时候 我今天一十五号 那一十五号 那就对 就差一点扣篮子 差一点的扣篮子 还当点大轮子 肯定要先打住 三轮不玩了 玩四个轮子的 满街跑那四轮子小货第一 哎 结果队长 哦 香港一当初在车间主任几年 哎 哈哈 还是得倒 那你看你真叹叹干 这回新南发好几年 是什么份把你给车回来 哈哈哈 别说 我这回是五十九岁的生日 可又天啊 后天就是 到时候都上我那喝酒去 我天哪 这得去 哎 我跟你们说啊 我跟你们说 大老王 嗯 他发了大财了 是不是 没得说 到那天是谁要不是吧 那就是瞧不起我老王 不是 你等会儿 你多少 你都五十九了 你以为还小孩子呢 哎呀我天妈呀 我家都五十九了 我记得那时候 你一直追求那李叔叔儿吗 李叔叔儿 你还在家车里和人家 哎呀李总 李总 来来来来来来 各位老北方厂的工人师傅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以开支部大会的形式 把大家又重新召集到了一起 刚才我们听到了大家在交流 气氛很热烈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我们大家 对咱们的老北方厂 以及对曾经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 老哥们弟兄们感情还是蛮深的 今天开会啊 议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传达市政府转发的 省政府 关于全省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 改造实施方案的相关精神 为了完成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 两到三年 基本完成全省八百万平方米 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的改造任务 您好 那里什么业务 想积这一个 用国际有钱的话 嗯 您用票贴了 贴了贴了 够不 够 用贴够了 嗯 多少钱能到啊 还有一周五就到了 这给您回答 拿好 谢谢啊 慢着 您好 不久前 省委李书记到棚户区调研 他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棚户区的居民们郑重承诺 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让你们搬出棚户区 住上新楼房 朋友们 这是省委省政府 对你们做出的承诺 为了确保棚改工作的顺利实施 我省创建了 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 社会参与的博士 多渠道地筹措改造资金 保证改造工程所需的全部款项到位 来 来 三车前小张吧 来 董事长 今天是支部开会了 对啊 我是党员能说几句吧 当然可以啊 说吧 今天咱们会啊 就是沟通会交流会 那么多的厂子 那么多的棚户区 为啥要我们当这个事点 试点是啥啊 试点就是实验品嘛 请领导们和宋长长说说 为啥选我们北方厂的棚户区 当实验点 对啊 这个棚户区改造的重要意义啊 刚才领导都讲了 我在这儿就不重复了 咱们老北方厂呢 有三个工人生活区 也就是工人一春 二春 二春和三春 这老头子怎么样了 挺好的 没什么事 你那怎么样 那情况不太好 这孩子怪可怜的 天天性的心脏病 估计啊很快要去北京做手术嘛 那孩子多大了 十二了 男孩女孩啊 男孩啊 瘦瘦一小子 我去探上这个病 不过呢 这病在咱们这儿 其实也挺常见的 现在好多的医院 只有这个医院最聪明 你回头有什么事啊 你言语一事 我帮你啊 反正老头也没什么事 你笑什么呀 回头让人听起来 没事的 老头啊 一晒太阳准打瞌睡 一会儿还得打祸祸呢 你 你听 现在啊咱们这三个生活区啊 有一万多住户 三万多人 是咱们全市 最大的连片的棚户区 所以啊 市里把咱们这个棚改工作啊 作为全市棚改工作的重点 合适点 那也不能因为说 户头多就拿我们当实验吗 这 这不是实验 是市点 如何把这个市点变成市饭 市里啊 给了咱们很多的优惠政策 包括咱们这种整个的这个工程 市里要按精品工程来建 包括这个水 电 气 热 全是配套的 水池啊 坐便啊和那个台灶啊 都是这个这个一应俱全 居民呢是拎包就能入住 而且呢 住得起 住得稳 住得好 是吧 第六 组织拆迁 这可是重点啊 大家精神点啊 各城市房屋拆迁 逐户签订书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啊 明白了 住户啊 就是一户一户的签协议 一家不签就都不签啊 一家不成就都不成 明白了吧 可按照居民自愿的原则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采取货币化方式安置 啥叫货币化啊 货币就是钱 那那个意思就是呢 政府呢给咱拿一笔钱 咱们自己呢再拿点钱盖新房子 明白了吧 那得卖多少钱啊 咱老百方厂可都是下岗职工啊 再有的就是双职工啊 家里根本没那么多钱 这个啊 你都不用担心 省里和市里啊早都想到了 下播了什么呢 那叫专项的彭改救助资金 准备发放给最困难的居民 而且市里啊还以人为本 把这次的彭改工作 和再就业工作相结合 使大家呢既能安居又能乐业 来 那个让那个四车间的前进 给大家说几句 前进呢 你说说 啊 前进 来 说说 那我就说两句 我是咱们老北方厂四车间的向前进 我爱人呢叫高丽华 原来咱们厂红绘的 我岳父是原来咱们厂四车间的副书记 我岳母呢 是原来咱们厂纪检科退休的老师 先安置 后改造 先拆迁少量的地块 集中建设彭湖区居民安置用房 然后再进行大规模的拆迁 都听明白了没有 没有 婶 你说说 去去去去 那理解政策的能力太差了 婶 要不咋让你给我们做主心股呢 你是干部 你这一解释 我们就明白了 要不就得糊涂死 好好好 简单地说吧 这个意思呢 就是彭湖区的改造 要先签协议 然后再把大家安置好 然后拆房子 盖新楼 如果咱们不签协议 咱们不配合安置 那彭湖区的改造 头都开不了 这个意思 作为一名工人 作为一名党员 能在支部会上 听到这样一个消息 可以说是让我们很惊讶 惊讶在哪里 惊讶在于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能落到我们头上 这是惊讶 藤湖区改造 想过不敢想的事 天大不好事 刚才小张吧 对这个拿这儿当试点 还有疑义 那意思 实验有可能成功呢 也可能失败 我告诉你 你放心 你这是点这是好事 你这头一炮人家 省里还能让你打哑喽 说白了 人家省委书记 那么大一个领导 人家都做出承诺了 是不是 你还以为那是平常的 一些小事呢 这么大的事 八百万平方米 那这八百万呢 一米一块钱还八百万呢 对不对 你听这数字都吓人了 说句报听话 几乎就不拿钱了 就让你住房了 兄弟啊 得实惠的是咱们 还想啥呢 还觉得是 是点是啥坏事是 天大的好事要账 所以说啥呢 咱们真是蜘蛛 工人阶级有力量 这是一方面 工人阶级更蜘蛛 这是咱工人阶级的本色 不瞒大家 待会儿 我们散会以后 我跟胖子 我们还都得家伙上活 得干个后来 那家说你回来 你说家 咱还得回到那桶子楼里去 那工人楼里去 这家从哪儿黑乎乎的 咱都不大压似的 知道你要进入一个工人心村 你回到那 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 你那一觉醒来 和你这一觉醒来 睁开眼睛是不一样的 一个崭新的世界 对吧 所以在这里 我代表我们全家 还有我们这哥几个啊 我 我可以代表吗 可以 应该可以代表 我代表我们哥几个 像这个咱们领导表态 啊 坚决享用省里市里的号召 坚决服从省里市里的安排 啊 说完了 行了 三伙挺挺冷的啊 三伙都回去吧 回家闹闹闹 回家都抢下啊 帮你收拾啊大姐 不用了 李婶回来吧 一会儿我帮那个婶收拾 走吧 走吧走吧 走了啊 走了 哎呀 这会开的是真好 要不大家的 这新的一下就提起来了 告诉你黑媳妇啊 啊 这可是百年不育啊 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听见没有 有你当这钉子户头啊 那我那心里老踏实了 我给他们解释解释啊 差不多他们来开会儿 有啥不明白这家 咱们就开会一下 监上监上 好 我给你收拾 小薰姐 快点啊 一会儿还有和你车要先的 没问题 老乡 你们这活干得挺地道 以后啊 还得长期找你们合作 哪里 辛苦了啊 本职工作 喝点水歇会儿吧 不不不 歇完这批货 还得回去挖活呢 哎呦 老乡 这钱可不是一天赚啊 别太贫贫忙活了 不行不行啊 你先吧 是啊 不忙不行啊 这马上拆迁了 你拿啥钱买新房啊 哎呦 还要买房呢 那你 谢谢 挺好挺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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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告诉你们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先上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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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钱 你哪儿拿的 哪儿来的 都是正经来的呗 真的 哎呦 你还不相信哥哥我了 你想想 咱们这阵子吃过零食吗 没有 这不就结了 你就等着给我去挖 买礼物吧 走 老七啊 我问你个事儿 怎么了老嫂子 最近这阵子 有没有人拿着旧杂志 上你那捣捣的 哎 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干啊 送货送到以后赶紧回来 下午还有两段活 这说到就到 哎呦 快点快点 今天是活还有多少抽影啊 哎呦 你放心吧啊 吴经理说了 只要咱那活干得漂亮的 奖金包里满意 那两段活去了 快去赶紧赶紧 哎 大家伙抓紧了啊 不行吗老郑 哥 这道题我不会 受学呀 哥 你都上初中了 小学的题还不会 谁说我不会的 简单的我会 太难的还真不会 老郑 哈冰啊 我问你 我报刊亭的旧杂志旧报纸 是不是你拿的 没有啊 你还不承认 人受废品那老七都不承认 不说了就是你拿的 那你怎么知道 那些旧费品就是你的呀 呀 你还跟我僵嘴 不承认是不是啊 那好 走 你跟我去找你爸爸妈妈 你干吗 走啊 有什么不敢的 快走 快走